嗨,大家好,我是说书哥 你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你知道过生活也是需要学习的吗? 今天来说说一本杂志改变日本人生活的故事 开始咯 1945年,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令人震撼的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 华森安芝先生与大乔镇子女士却在这样的时代里创办了生活手帖杂志 生活手帖的宗旨是 用心注重生活的各种细节就能让生活过得更好 然而战后物资贫瘠及百费代心 该如何用心生活呢? 生活手帖透过简单但详细的图文教学 教读者创造生活中有质感的事物 像是使用旧和服布料亲手缝制出崭新洋装 利用方便取得的便宜通心粉做出各种美味料理 将装水果的木箱改造成食用家具等等 几年后,日本迎来经济复苏 人们开始有大量消费的需求和欲望 生活手帖进而开设家用产品测试专栏 引导读者将钱花在值得的生活用品上 例如,为了测试烤面包机 编辑们耗时两个月 用不同品牌的面包机烤了超过四万片吐司 比较每一片吐司烤焦与可口的程度 甚至,为了提供最有公信力的内容 生活手帖拒绝所有金主爸爸和广告赞助 全靠杂志销量来维持营运 这样认真面对杂志编辑的态度 也把好好生活的精神传达给了读者 而这本杂志也成功地从知识和精神层面 影响了日本民众 成为近代日式生活美学的指标刊物 生活手帖创刊号是这么说的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 美丽的事物总与金钱或时间无关 唯有敏锐的感知 专注于日常生活的真诚眼光 以及不断努力地勤奋双手 才能实时创造出最美的事物 生活手帖于1948年创刊 已出版近500期从未间断 走过战后萧条 经济起飞 来到物资豐饶的当代 我从长销近70年的生活手帖中明白 生活美学与金钱并无绝对关系 拥有能看见美的眼睛 就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2020年 全世界陷入新冠肺炎的疫情 生活失序 人心惶惶 少了许多娱乐 有些事情开始变得不太方便 我们不得不慢下脚步 然而在这样的时刻 正适合回望华森安置先生 以及生活手帖带给我们的提醒 曾经 物资匮乏的年代 人们对美的追求毫不马虎 此刻 便利富足的当代 我们是否依然有把生活过好的坚持呢 试着停下来 看看此刻的自己 以及周遭的人事物吧 或许你会发现 其实你的生活一直充满了美呢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边 如果想出了说出份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咯